近年来,中国政府也通过发布白皮书的方式,全面介绍对外援助的情况。 第一本的白皮书是2011年中国政府首次发布的,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资金、方式、分布、管理,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 2014年,我们又发布了第二本对外援助的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对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的援助资金、援助方式、援助的分布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介绍。 那么今年的一月份,我们国合署成立三周年契机,我们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白皮书。 围绕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关注,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政策主张, 反映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积极贡献,积极主动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